然后前面这三角呢,特别是讲到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为什么要信有权 从这个信仰的历史,中华民族信仰的历史的角度 以及从这个文化的角度 文化的角度 还有这个献祭的角度 献祭的角度 还有福音传造中国的角度 弟兄姐妹,透过这些不同的角度来看到了我们华人 我们的信仰是独一的上帝 我们心目中的这个天,就是上帝 那么弟兄姐妹,华人自古以来就是信号上帝的 自古以来就信号上帝了 所以华人的文化 华人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 它都是有这些方面的证明和印证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在我们中国百姓的心目中 都是有这种非常强烈的 这种神的观念,天的观念 好,当福音传到中国 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这些献祭都是与旧约的献祭 圣经当中的献祭是一致的 那福音传到中国来其实是恢复了我们华人的信仰 恢复了我们回到这个原先 这个起初的那种信仰的 信仰这个独一上帝的那个真神的里面 这是我们前面的这个三讲 是关系到中国人 我们的信仰 我们为什么要信有神 那今天我们要分享就是 人类整个世界的角度 我们要扩张扩展到世界的角度 整个人类的角度 为什么要信有神 弟兄姐妹 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它是有它的历史为基的 有它的历史为基 但是圣经呢 它不是世界历史 不是世界历史啊 圣经它是神国的历史 就是旧文的历史啊 这个信仰的历史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当中 从这个神创造亚当 到亚当堕落了以后 这个罗亚的之后 罗亚的霸洪水啊 这就是普世的世界啊 霸洪水的世界是普世的世界 霸洪水之后 这个巴别塔的世界呢 它也是普世的世界 从巴别塔 巴别塔就是变难口音的 之后呢 这罗亚的三个儿子 以及他们之后的后裔啊 就分散到天下各国去了 分散到天下各国去了 所以像我们这个亚洲啊 基本上是闪的后裔啊 闪的后裔 像欧洲呢 基本上就是韩的后裔啊 闪韩养佛 像非洲啊 其他的那些后裔 所以他是这一个 遍布全球的 一个分布发展 各自按照自己的宗族 来立国 最后就成了世界上 很多的民族 很多的国家 这是从罗亚的后代 三个儿子之后 这个巴别塔变难口音之后 这一个普世的世界呢 发生 所以人口大迁徙 遍布这个世界 规格角落 那弟兄姐妹 在这天下的万国当中 这么多的民族当中啊 这么多的万国当中 从创世纪的十二章里 开始我们看到 神就简险了一个人 名叫亚伯兰 那时候叫亚伯兰 那么神呼召亚伯兰呢 在他生命当中 有一个救恩的计划 所以从中心记得十二章开始 就开始专门讲什么 讲亚伯兰了啊 后面就讲亚伯兰了 以赛亚伯兰了啊 所以从神简险亚伯兰 神要透过亚伯兰 建立一个民族 建立一个国家 这个民族国家 叫以色列国 所以最终呢 神的儿子 基督 神的儿子啊 基督叫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啊 就是在以色列 以色列这个国家 所以对不起 当救恩来到 就是基督道成肉身来到 降生在犹太的国里 耶稣是犹太人啊 但是他同时 他是亚洲人 亚洲人啊 所以这个犹太有个地中海啊 就是地球中部的一个海 所以它是世界的中心啊 一路三的呢 像地中海 其实它是世界的中心 所以当耶稣降生在 这个犹太的国际上啊 然后我们看到 自己中 耶稣在这个犹太地 传道啊 医病啊 赶鬼啊 传福音啊 门徒训练啊 然后 为人类 前人类 他第一次在神价上 完成了救赎的大功 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 耶稣把这个实力 颁布给他写门徒 让这些门徒啊 要把他的福音 向普天下去传练 所以弟兄弟 使徒行传 我们看到 圣灵 交搬下来以后的 这些使徒们 耶稣的门徒啊 就开始大量的传绘 所以就要看到 他这条线 要看到这条 旧文的历史的线啊 这个福音呢 就从 这个 犹太啊 从这个犹太传到 犹太遍地 撒玛利亚 这个 耶稣的犹太权地 撒玛利亚 直到第几 成为耶稣的见证 成为耶稣的见证 所以我们看到 在保罗的施工纲 特别时的行传里面 就要记载啊 十六章 保罗本来准备 把福音往 比黑米去传的 是不是 本来是如果保罗 按照他的规划的话 福音应该是传到 中国的线 但是世民带领他的脚步 他一见见了 异象了 这个马其顿人 呼喊他 让他去帮助他 所以 保罗他们把福音 就在传向马其顿 传向希腊 就像今天的希腊 像意大利 像东欧啊 就是东欧 埃进这个中东的 所以他们福音传向了 也就是说传向了 开始向欧洲传向了 像菲尼比亚 哥林多 尼弗索啊 当时的这些 贴塔罗医家呀 是不是 这些 这些地方 都是属于欧洲的地方 马其顿呢 起来 所以保罗就把福音 传向了欧洲 最终传向罗马 罗马是欧洲的中心 罗马挑挑大陆通罗马 是不是 在当时罗马帝国 在西方啊 欧洲是罗马帝国 是最强大的 在东方是这个汉朝啊 刘邦建立了朝代 汉朝是最强大的 所以当保罗把福音传向欧洲啊 最终这个福音呢 就在欧洲大量的传播 所以最终向 无论是北欧 东欧 南欧 中欧 西欧 全都基督化 那些国家的百姓啊 军王啊 都信耶稣了 最后福音就就 从欧洲传向美洲 美洲又传向 非洲传向亚洲 最终又传回到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 大概的减述一下 从圣经的 这个历史的角度啊 减述一下 这个神的救援计划 以及福音传播的计划 福音传播的计划 那么弟兄姐妹 以色列人是 对神特别艰险的民主 国家 所以天下万国当中 只有以色列这种民主啊 他们是专门近代 独一真实的 那其他的那些民主 那些国家啊 像以色列那时代 无论是埃及啊 对不对 还有这个摩迦啊 还有这个飞机士啊 其他各种各样的国家 各种各样的民主 他们也都是有信仰的 但是区别在于什么 他们不是信号的 独一的真神 弟兄姐妹 他们信 他们是多神崇拜 偶像崇拜啊 但是这个事情 我们要清楚的看到一件事 就是整个全世界 整个全世界 从古到今 从中到外啊 这么多的民主 相信几百种民主啊 这么多的方言 巴比塔变得可言之后 发言很多了 几千种方言的了 是不是 今天在世界上 主流世界的 当然是英语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汉语 对不对 汉语 所以这是世界主流的语言啊 但是其他的方言 多不甚述啊 最起码也是几千种的方言 那么 弟兄姐妹 在这么多的民族 和这么多的方言当中呢 那么 神在这些民族 和方言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名字 地位 换言之 人类学家也就发现 无论是文明的 还是野蛮的 是先进的 还是落后的 民族和国家 都是有一个 相同的地方 他们都知道有神 都知道有神 都会信靠神的 所以这个 对神的这个信仰啊 弟兄姐妹 对神的信仰 是一个人类的 普遍的天性 普遍的天性 所以今天晚上 我要分享的是什么 是这个 人类为什么要 信仰神 从这个世界的角度 前面我刚才是 从这个 圣经历史的角度 立微地描述了一下 既古恩历史 以及福音传播的 这个历史计划 那么 接下来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人要信仰神呢 世界上的这些人类 都要信仰神呢 第一 每一个人的心中 都有属灵的渴望 啊 属灵的渴望啊 这个属灵的渴望 就是 每一个人啊 每一个人 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当中啊 他都是渴望 属灵的 人类对属灵的事情 还是渴望啊 是追求的 渴望追求的啊 所以这个 包括 人会建立下 人会做一梦 人会灵魂出销 人会经历到超自然 是天使造访 是不是啊 人会经历这些啊 看到这些超自然的 灵界的事情 那么这些都是 在人类历史上 都是有真实啊 现在 非常多非常多啊 那么听众姐妹们 我们看到 还有那些啊 人会在追求 那些民族 那些国家 他们也都有献祭 啊 向神献祭 啊 向神怎样 追求这个 向神祷告 啊 向神唱歌 赞美敬拜 所以人是 他的心呢 是渴望超自然的 渴望认识神的 渴望信靠神的 所以这一点 他在人类的 历史文化上 整个全世界 各个国家 各个民族的 这个世界历史当中 它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部位 就是人的心中 他有对神的 这个渴望 对 所以如果你环游世界 你会看到 很多的地方 它都是有神的 可能这个地方 它真的没有城市 没有 没有这个啊 没有任何 其他的一些 特别的标志 但是一些地方 它都是有神的 比如说 金麦神的地方啊 这个 教堂啊 庙宇啊 对不对 一些宗教 宗教的 方面啊 那么就目前统计 全世界 你看 信基督教的信仰 还有这个 佛教的信仰 还有伊斯兰教的信仰 是世界三大宗教主流信仰 是不是 还有当然 犹太教也是啊 那么 弟兄姐妹 那你必须要知道 基督教 还有这个 天主教 还有伊斯兰教 还有犹太教 其实他信仰的 都是独一的真神的 包括伊斯兰教 回教他们也信的是 独一的真神 只不过他们的教育不同 佛教那是偶像吐败 都神圣的 是不是 所以这是一个 土变的现象 现在这个界面 他们要 换言之 全世界里看到 大部分的人 基本上三分之二的人 他们都是相信 有一位独一的真神 甚至是 甚至你看到 很奇妙的事情 这就是 虽然是言语不同 皮肤不同 生活习惯不同 历史文化也不同 但是 人们对神的 这个信仰 追求 包括献祭 祷告 信仰的对象是一样的 奇妙不奇妙 这是非常奇妙的 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 人对神的信靠 是个发自内心的 这个天气 每一个人心中 与生俱来 就有的 所以信靠神 这本神 是人的 生命的 本能的表现 阿们 本能的表现 所以这个就是说 今天对于 基督徒来说 我们要认识到 人心中有神 信靠神 这是很自然的 生命的本能 就像动物的本能 比如说 你看猫和狗 把他扔到河里 他会自然的游泳的 就是他会往安藏游 他会往游 这个他没有经过训练的 你看他有这个本能 这是他生命的本能 那么 人的生命的本能 是怎样 是信靠神 所以人到 绝境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都会寻找神的 穷则忽天 痛则忽娘 是不是 所以敬拜 神是人 本能的表现 当人在这个 绝境的时候 绝望的时候 比如说 生命绝望了 这个债务绝望了 或者是被这个 出现了重大的问题 你看 人都会怎样 人都会寻找神的 人都会祷告的 比如说地震啊 还有这个 台风啊 还有这个洪水啊 是不是 你会发现 人们都在祷告 那么人们祷告 人们点个蜡烛 人们围着一圈 在那里祷告 他向你祷告 不是像空隙 祷告 他也不是像人 祷告 他是像神 祷告 这就证明 他的心中 是有神的存在 不然的话 他跪在这 祷告干什么 是不是 所以各位姐妹 我们看到的 非常奇妙 就是人 他会拥有这种本能 他会信靠神 他会信靠神 他会寻找神 这是第一个方面 熟你的客 第二个方面 我分享的是 人内心的失求 内心的失求 我们人都是有良心的 这个良心 其实就是道德律 当然你看 当然他犯罪了 或者是骂人了 做了这个措施的 你们发现 他心中不平安的 是不是 但是他的良心 会责备他 所以比如说 他做了对不起父母的事 对不起妻子的事 对不起亲戚朋友的事 也他心中会有不安的 傻瓜被他 这个社会上的法律 他只是约束人的行为 社会上的法律 约束人的行为 但是最低的底线 就是你不能有这种行为 违背这个法律 不然你就要受到 法律的制裁 但是人真正的 他活着 他是靠什么呢 弟兄姐妹 他真正他活着 是靠他的良心 良心 也就是说 他的内心 他的良心 这个道德律 良心 才是他的本性 才是人的天性 才是人的天性 所以人 他有这个本性 天性 来引导他 如果他顺着他的本性 顺着他的天性 就是他的良心 就是他的内心 他跟着他的内心 跟着他的良心走 他是不会做错事 这是 这是 这是人的最高境界 人要发展的是这种领域 弟兄姐妹 所以看到那些犯罪做恶的人 是不是 最大恶级的人 当他们临死的时候 他们也会在那里痛苦的 会 也会向人道歉 是不是 人之将死 其也也善 鸟之将死 其民也 所以人他有这个良心 有这个内心的 这个需求 这个是他的本性 和天性 这个良心 应该会在他身上发生作用 那这个良心 从何来 第二兄妹 这个良心 他就是从神面 阿们 因为人是照着 神的心 刚一样是照的 所以你看 很多的时候 人做事 要讲良心 凭良心 是不是 那如果他做错了 他肯定会 向你道歉的 如果他不到前来 没良心 是不是 你看很多的时候 人 人就自己良心 这一关 他过不去了 所以这个良心 其实非常宝贵 不是说 你今天信耶稣了 你就不能讲 不讲良心了 就是你越信耶稣 你的良心这一块 天性这一块 就是你的本性 发展得更强大 你不是靠律法 来预示出你的行为 你是靠这个 天性 就是你的本性 本性 心造人的生命 这个 心造人的生命 本性 是神的本性 神的属性 神的信息 你是用这个 神的信息 心造人的本性 天性 来通过你的生命生活 阿们 阿们 所以基督基督 无论什么人 其实当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 你看啊 这个不信耶稣的人 他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很痛苦的 他很惧怕的 为什么他会痛苦 他会惧怕 因为他良心这一关 他离开这一关 人家去一个地方 他知道 那个地方 他会怎样 没信耶稣的人 他为什么怕死 想过没有 想过没有 他为什么怕死 就是他怕死的 重要的那一 就是在良心灵魂 过不去 他的灵魂 要灭这一生态 基督徒 为什么 神的儿子 基督徒 为什么离开世界 你看 他会开开心心 平平安安的离开世界 他怕不得离开世界 是不是 所以基督徒 离开世界 他不会害怕的 他不会痛苦的 为什么呢 因为基督徒 有耶稣的保险 洗净我们 良心上 一切的亏欠 耶稣的血 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亏欠 我们知道 我们是回天家的 回到天家 回到天父的怀抱里面 所以当基督徒 离开世界 但是 他的心里面 他又不会痛 他灵魂不会痛 所以他会一边 唱着诗 对不对 一边安慰 一边平安 在离开世界 那你不能说 这是心理作用 这是经常安慰 不是 如果你说是 心理作用 经常安慰 为什么家神 不能安慰 为什么那些 不信的人 不能安慰 是不是 为什么那些 拜偶像的人 拜假神的人 那些不信的人 犯罪的人 堕落的人 罪来恶解的人 他们离死的时候 离开世界的时候 那么痛苦 那么这就让我们 清楚的知道了 凡是有真神 信靠独业真神 作为根基的信仰 你是不会惧怕死亡的 那么心理的作用 和精神的安慰 只能欺骗人一世 一活活一世 不能欺骗人一世 特别是在 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紧急关头的时候 他就是要了 假的就是假的 他不能 不能这样 他不能请作用 是不是 但是真的信仰 基督的信仰 他给我们带着的是生命 带着的是平安 是永远的归宿 这个就是我们 每一个人内心的学习 听估计没 诸位 我们要知道 我们知道的神的信仰 要是造的 对不对 神是万民之父 我们是 万物之理 所以我们是 神的儿子的 神是我们的父亲 那么儿子的 他总是像父亲的 对不对 说话也会像父亲 生命也会像父亲 走路也会像父亲 因为我们是照着 神的信仰 要是造的 所以你会发现 当一个人 他的内心 为什么有良心 因为他是神的信仰 要是造的 一个人无论怎样的犯罪作恶 良心还是会常常发现的 会提醒他的 让他不要这么做的 就算是父母不能管他 社会上的法律不能管他 但是他是有良心的 这个良心可以管他 丢起来 这个良心呢 他就是神 放在他里面的 这就是神放在人里面的 悲戏 悲戏 所以人与所有的动物 都不同 所有的动物都不同 任何的动物 他遇到环境 比如说遇到困难的时候 之间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跪在那 上神祷告 他说神啊 救我救我 是不是 你看猴子也好 野猪也好 山上打猎 我们以前小的时候 在山上打猎 大冬天呢 下到这个冰天雪地的 是不是 下到冰天雪地的 那个野猪有的时候 就开始追到野猪 打野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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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这大猎的人 在野猪追到野猪 开枪 那时候有枪 那时候 打野猪 那野猪在哪 现在这个事就没了 以前小的时候 经历的事 所以那时候 打野猪 你看野猪 追得再急 再被枪 打得 打得要死呢 他都会跪下来 他说神啊救我 他会跪着向神祷告 求神救他吗 没有 是不是 任何的动物都没有 无论是猪啊狗啊猫啊 你打他 他电话你打他 他都会向神祷告的 但是你会发现 人人气了 当人遇到环境 遇到危险 遇到绝境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他都会照神啊 照神来救他 向神来祷告他 所以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所以人的心 他渴望 渴望 他相信有谁 每一个人的本性 都是这样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啊 那么弟兄姐妹 人 非常奇妙 他可以思想 是不是 思想人 为什么 人从哪里来 人为什么活在世界上 人应该怎么活着 人将来要去哪里 你看 就是人可以这样思想 任何的动物 他都不会这样思想 丢起来 想说不要 为什么人会思想 人从哪里来 为什么活着 将来要去哪里 因为人有灵魂 所以人的灵魂 他就渴望 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为什么活着 将来要去哪 这三个问题啊 在世界上来讲 叫哲学 是不是 哲学啊 这是哲学界当中 这几千年来 他们是没办法解释的问题 所以他可以哲学一下 他们人从哪里来 为什么活着 将来要去哪里 哲学是没有完美答案的 但是当你信靠独一的真神 这圣经 独一的真神 就会告诉你 你说哪里来 你为什么活在世界上 你应该怎样活着 你将来要去哪里 发现没有 这位独一的神 真神的 我们说信靠的真神 我们所看的圣经 他会清楚的 把人的来源 人的活着的价值 目的 人活着的计划 意义 目的和价值 以及人将来要去哪里 清楚的显明 和启示出来 所以你看 信的耶稣的人 信靠这位独一之神的人 天信真理的道的人 他的人生就不会迷茫 他就不会觉得空虚啊 迷茫 觉得没有方向 活在黑暗那里 不会的 而那些没有信仰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要从哪里来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 也不知道自己家里要去哪里 这样的人生就非常的迷茫 没有方向 很空虚 觉得人活着没有意思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 觉得活着没意思 活着很迷茫 活着很没有方向 其实那也是他 灵魂发出来的声音 他的灵魂 他的内心呢 发出来的声音 他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看到没有 这是人 人类为什么要信号有神的 第二个方面 内心的需求 每一个人都需要 哈利路雅 哈利路雅 好 这是我分享的第一讲 您说的家人们听里面的家人们 喊阿们